在Equilibus里面装一个Jungle的开发环 而且确定一定要装到 正确的你的Python的那个位置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的Equilibus里面 像我这一台的位置 你可以到 这个Preferences里面去看一下 是不是在这个路径 Interpreter里面的这个 那因为我是装在低叠的这个路径 所以你将来的话 也一定要装到这个位置 而且如果你是装成功的话 特别主要你如果是成功的话 会多出下面三个东西 可以这是表示一定是成功的状态 那如果你看不到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那一台电脑就没有办法正确执行Jungle OK 那没有办法执行Jungle的话 就是你即便可以建立一个Jungle 但是它里面就没有办法帮你产生一些 应该产生的一些相关的档案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自动产生 帮你产生一些档案的功能 那如果那个部分没有的话 你就后面你要做一些事情 就会有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 那也就是说如果将来呢 这个Jungle挂上去之后的话 它等同就是说可以让你弄一个伺服器在你的电脑上面 那个伺服器的话就网伺服器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Apache有点关系 就是拿Apache来改怎么样 不知道 反正它背后就会帮你弄一个 就是类似像Apache的伺服器 OK 那本身的话呢 它也会把那个就是Python的Library 直接挂上去的 所以你只要Run的话呢 以前类似像写PHP PHP背后你要用PHP语法 或JSP你可能用Java 但是Jungle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用Python的语法 而且大部分的程式 基本上 可能需要修改的地方非常少 你可以把之前写过的程式 把它就放在我们的网页上面 那再来的话你可以把IP位置找到之后的话 其他的也可以连到你这一台电脑 也就是实际上你就是架一个server 然后可以跟使用者之间做互动就对了 OK 比如说我们今天像之前 我们简单的像什么一些小游戏好了 如果说你今天玩游戏的对象 不是只有自己单机上而已 而且说跟那个其他电脑能够连线的话 那你就过来一个Jungle就可以 Jungle其实我是觉得 并不复杂 但是主要会困难的地方 就是第一个 你的环境也没有建置成功 OK 如果你建置成功的话 那后面应该就稍微 基本上就简单了 但是最容易发生错误的就是说 因为你的电脑装了太多个 这个Python 我发现很多人刚才有练习 说你喜欢挂也有的没的 一下是安装版 一下是免安装版 一下子又是 又装个阿卡宏达 阿卡宏达他也认为说它是一个Python的Library 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个方法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好像有一个就是Advanced AutoConfig 这个好像会自动帮你找到你电脑里面有的Library 有没有他这边你如果把它转一下这个他也会找到阿卡宏达他会认为说你的那个什么其他还有你的Python是在这个路径 所以如果你们电脑是这样也许他就认为说所以你如果直接转那个指令可能就装到阿卡宏达里面去了 所以也许大家注意一下 或者你可能装Python 那这个也是我不太喜欢的地方 因为 所以我之前跟各位讲过我就不装这个 因为阿卡宏达装起来的话他可能至少 我记得他要2GB多吧 2GB多 装了什么东西啊天啊 你Python才100多M而已你装2GB多到底装了什么而且装好久好久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自己装过 而且他里面给你一大东西你可能未来完全用不到那完全用不到你干嘛装这些东西 不就是一种什么 就是一些垃圾就装在你电脑里 其实我最讨厌就是装了一大像那个Visual Studio 一装起来 天啊至少我记得 装了几十GB的东西在你电脑我不知道几十GB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可能你完全不知道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握 那这样开发起来你将来如果出问题的话到底是哪边的问题你可能有 相对的你比较没有办法掌握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注意一下 那我就不把它加进来因为他会侦测到你那OK的话他会帮你把它加进来了 比如说我这边加进来他又多一个了 有没有也就他有两个让你选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里面就没有这里面好像只有装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 Python Win OK然后所以这个里面就没有Jungle 这个里面才有Jungle 那那你也可以把它remove掉 OK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些renew remove OK那大家知道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 你转完之后呢你才有办法怎么样去建 在我们的那个专案底下建一个Jungle 我上个礼拜有做一个testJungle 那你可以按右键 这边可以run as 然后把它run run 起来 run 起来之后的话呢 他这边会出现一个IP位置 不过这个IP位置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放 所以只限于你目前的电脑可以连接 外部电脑是无法连接的 那要怎么样可以让别人可以连接呢 待会我再说明一下 其实非常简单把参数改一下就好了 OK那第一个当然我们你可以打local host 或者是你打127.0.0.1 其实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local host 就是我们自己现在电脑本机 然后你就直接执行一下 我上个礼拜讲过了 如果你要知道说你是成功的话 那你就输入这个网址 OK他就出现了一些错误讯息 为什么错误讯息 那应该是我那个有改过的一些东西 他好像URL有改过 所以这边好像把那个pace给改过 理论上应该会出现的应该是 有没有 configuration 有没有一个火箭发射的画面 才是正确的 那不过因为今天我要继续教各位 在里面的话做一些什么 做 say hello OK 那say hello 不是hello world 这hello jungle 或者hello其他的 就是让我们可以显示出 我们要的东西 那这部分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在Jungle的云端白板上面 记得吧Jungle的云端白板不一样 gq.gg ncu 后面就是Jungle OK 然后今天的YH再开个头吧 就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些什么 这边第一第二第三 就先到第二 二之一的这个 里面的话 当然我如果今天希望 这个当然有一些说明 我们可以建一个专案了吧 然后一定要create一个appification 名称也许叫myapp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去 不过你做了一个myapp 你要在setting里面 自己再加这一行叙述 就是myapp逗点 这个一定要加 如果没有加 他就不知道说你加了一个app 然后要设定view跟设定UI 这个设定好之后的话 我如果希望 假如我在这边打一个hello word 1 他会出现hello jungle 另外的话当然hello 2 这个是hello 1的范例 hello 2的范例是说 那如果我要跟他互动的话 我可以传一个参数给他 可以hello 比如我打Terry hello Terry 对 我如果这边打吴老师 hello 吴老师 也可以做一个互动 也就是你必须传一个参数给他 他会把你参数的资料接收到 那要怎么接收 那要怎么传递 这个就是动态网页的重点 OK 所以特别注意 动态 这个实际上不论是用 ASP JSP PHP都一样 反正就是传递 那当然传递引述 一般如果你是在这个所谓的UIL上面的话 这个叫UIL的参数 一般就是所谓的GET 用GET的方式传递 那如果上面看不到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POSE 不过POSE相对是安全的 有没有你会发现 如果上面我有把Login的话 我把密码也放在上面传递的话 那不是大家都知道我的密码了 那就是我有问题 所以如果要传递参数的话 可能就有安全性的 你可能要POSE 把它打包之后再丢到SERV上去验证 这个后面我们都会讲 另外的话当然最好是可以把这边再做个表单 然后让人家可以输入 对不对 请输入你的名字 一个文字方块 填上去之后的话 那他也可以接收到 所以主要我们后面就要解决什么 解决 第一个你要把这个Jungle 转起来 第二个SERV也转起来之后的话 可以跟SERV做互动 再来的话也许再把Database也放上去 这样的话可以做存取 你比如也可以做一个查员系统 或者是做一个新增会员系统等等的 或者既是本 反正一堆的 或者是电子商务 你也可以买东西购物车等等的 其实他原理原则背后都一个Database 你透过Database去做运行 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今天的话第一件事 先确认你的Jungle是不是OK了 如果不OK的话 记得就是说 我在云端上面 刚刚那个网址 你可以查看 利用Equilibus 安装Jungle的应用程式 最关键的地方 上次好像特别特别强 第一个你要去当2.21的 然后2.21当下来之后解压缩 解压缩的话 因为我们主要是用Python 去让它底下的目录里面的Setup 所以我打开一下 这边在我们的这个低碟底下 应该是在这个吧 我上也好像这个里面 对我是先把那个Jungle 2.21 就解压缩到这边 那主要是要run这个Setup 后面加一个install 那前面必须加一个Python 不过Python的话 你要告诉他说哪一个Python 他才会装到哪一个Python路径 所以理论上 我印象中 我是切到前面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是把它 我是先 不不 我不用切到前面 我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特别 关键的地方 就直接在这边点两下 从这边去输入什么 CMD Enter一下 OK OK 石油怎么大 我又忘记怎么改 算了 那边 这个内容 这边改小一点 OK 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来了 记得是在Jungle这边 这边输入CMD OK 输入CMD之后的话 接下来 我们要跟他讲我的Python在哪里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是说 我的Python因为放在低碟底下 的这个目录嘛 然后会有一个Python的ease 那我用这个ease去runsetup 让他去做install的动作 OK 所以多个 特别主要这个地方有强调 如果你有多个Python目录 所以错应该就错 大部分都错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这个地方有避开的话 应该就没问题 所以上个礼拜我就这样把它 这一串我先复制好了 你直接执行 当然你自己可以打上 或者你可以把那个路径贴过来也可以 就是去贴这个路径 然后后面setup.py 然后install 那如果enter的话呢 理论应该就成功了 只要 其实真的做对的事情 我一直强调做一次就好了 你做一百次你也是不会成功 如果你是错误的动作 OK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心不要浮躁 反正对了一次就对了 真的就是什么 叫 就是一枪就命中了 就中了 OK他就倒了 你不要说你 像什么人家说 打蛇要打七尺 我一直还在思考 蛇打七寸 七寸不是七尺 那为什么七寸 那七寸是怎么算 从头上面算七寸吗 那七寸大概是几公分吗 那那个寸 那是古人的寸吧 不是英寸 是不是 不知道吗 对啊我一直在想 所以只是我没有去Google找答案 因为我在想 我常常有时候去爬山野外 我常常会遇到蛇 对不对 如果哪一天我遇到蛇的话 我是不是也要训练一下 我有这种打七寸的那个功力 不能跑啊 蛇跑得比你快喔 蛇跑得比你快喔 真的 所以人家说遇到蛇 如果你要跑的话 那北部山区 阳明山最多了 你如果爬阳明山会遇到很多蛇 所以这里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Jungle环境 画面先切一下 所以我现在写诚实是这样 一次就对就好了 你就不要一直在那边鬼打墙 有的人就是一直撞墙 一直撞墙 一直乱弄乱弄 弄到最后的话自己都快放弃 就快投降了 而且做对之后的话切记一件事 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千千万不要再犯第二次错误了 这个是我 这个多年来的经验 做对一次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我下一次一定不会再错了 不然的话 你要重新再把 再弄一次正确的话 那再多困难啊 ok 那这也是我历劳我觉得写 就是 城市开发 不用那么可以 可以很悠哉悠哉的开发的原因 就是 有的人为什么每天都忙忙忙忙忙 因为他每天都重来一遍 每天又重来一遍 他真的太浪费时间了 而且做完对的他也不记 也不记录 他反正就是下一次再来一次 可是你一个专案这么复杂 你怎么可能重新再来过 即便你有文件你看也看 看半天还是不知道 到底哪边 该怎么做 真的要重来的话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一律的习惯 我还是会把它做一个记录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 Jungle环境先确认 然后你能够把它弄起来之后 最后呢 去执行它 他会看到有一个那个 configuration 这个这个的叙述 那表示就ok了 这个是没有能够的 不信任 最好